大家好,我是Stan YG娱乐时隔7年将推出的新人女团 会是5人组合还是7人组合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在Baby Monster Last Evolution最后一集中 进行了出道前最后一项任务 团体舞蹈 而在整个任务结束后 杨先生表示 各位虽然都很棒 但是我身为制作人 不断在考虑最棒的组合中 应该要有哪些成员 并不是以表现的好会培训 从奇化Baby Monster时 就预想是5人组合 YG不曾推出多人女团 暂时还没有决定最终人选 而最终出道成员将在5月12号公布 缩图每次都好像是7人出道一样 为什么想要让两人淘汰呢 看影片看报道的话都是在说 最终成员会在5月12号公开 应该又会说本来是5人 结果变成7人 不过这样也好 管他是装模作样还是什么 怎么能将两个孩子淘汰呢 看影片的话 杨先生只是说 没做过多人组合的女团 Baby Monster一开始也计划是5人 但是看他语气的话 应该会说7人默契也不错 所以应该是7人组合 所以大家觉得 Baby Monster会是几人组合呢 下个休息是 长寿女团APINK 在去年成员从南岸宣布退团后 今天所属公司 Ist娱乐声明表示 近期与成员成员底完成序约 单与成员 Pak Cholong Yun Bo Mi Kim Namjoo 我阿英的专属合约 于4月底到期 将结束12年的同行 单与合约无关 APINK成员们对组合活动的意志坚强 将维持团体活动 APINK不会解散 然后没过多久 Choy Creative Lab公司发表声明表示 2023年5月起 女团APINK成员 Cholong Yun Bo Mi Kim Namjoo Ho Ha Young 将在本公司继续展开活动 公司会与Ist娱乐 共同进行APINK的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APINK一位成员留在原所属公司 其他4人一起去了别家 好神奇 这合约好神奇 一个人留在原所属公司的话 应该是为了APINK这个名字 不管怎么样都支持 哦 剩下的人都去了同一家经纪公司 这样组合活动应该会很方便 保住了APINK的名字 也能继续看组合活动了 下个消息是 4月27号 WONOMIGI Korea宣布与PREABURGERS 四位成员签订了专属合约 当天公司的有关人士对媒体表示 PREABURGERS中的PREABURGERS 是从前所属公司借来的名字 因此我们优先考虑重新命名团名 也就是说 在离开前所属公司的现在 没有必要继续使用这个名字了 公司接着表示 会尽快在即将到来的夏天 与大家见面 看来是要重新取名后 在夏季回归 不能直接使用BURGERS吗 感觉很可爱 勇敢的女人 把罗林当组合名应该会很好 希望能继续走划路 真的 真的 对于PREABURGERS成员们签订新合约 而且很可能会换团名活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PREABURGERS成员们签订新的